伦敦冬二区60多万的要价 70平米的两居室长什么样 那今天正好借着这个样板间 带大家看一下70平米出头的两居室 空间有多大 那英国卖房给咱们报的面积 都是室内使用面积 不算这个阳台 也不算楼道的公摊 所以70平米就可以做一个正规户型的 两个卫生间 两个卧室的两居室了 那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客厅 客厅外面还有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的面积 大家在7个平米左右 阳台的面积是赠送的 您不需要对阳台去付费 以后的物业费 也不需要去交阳台的面积 那咱们现在的客厅跟厨房是连通的 这个厨房面积做的是很大的 而且是一个回转型U字型的厨房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 如果您愿意的话 早餐还有咖啡 就可以把这个空间利用上 另外就是 在英国所有的公寓项目 交房的时候 都是精床送交房 不允许毛皮房的存在 像现在这个项目 它的开发商 基本上是伦敦最好的开发商 伯克利 因为它的交房标准都是很高的 你看到的所有的厨店 用的都是博士 也就是德西厨店的代表 像交房的时候 除了这些瓶瓶罐罐不给你 所有的柜子 这些厨店 都是给咱们打好了的 现在这套两居室 是中国家庭非常喜欢的 这种双龙爆珠壶型 也就是说 两个卧室分别位于两侧 互不打扰 现在这一套 是一个客卧 客卧的跟主卧的区别 主要是卫生间 客卧它用的卫生间 客厅的人也可以用 而主卧的卫生间 就只有主卧的客人可以通搭 咱们现在看一下 它这个客卧的卫生间 为什么说它叫客卧的卫生间 也就是因为 它的客用卫生间 客厅的人也可以使用 这边是两个门 这个设计很精巧的 如果你把这个门锁上 客厅的人就用不了你的卫生间了 在英国 如果你买两具水 一般的来说 两个卫生间 至少有一个是浴缸 因为英国人是很喜欢泡澡的 交房的时候 你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在交房标准里 除了这些瓶瓶罐罐 包括这些瓷砖 包括这些金属件的马桶 都是在交房标准里的 会跟这个要板间一模一样 那带浴缸的浴室 也一定会有一个淋浴 好 我们现在去另一个卧室 另一个卧室就是咱们说的主卧 主卧就有自己的卫生间 这个在英文里它们会叫EnSuite 你的这个卫生间 客人就是用不了的了 这个项目的好处是 它离金丝雀码头非常近 而且部分户型是可以看河的 你看我现在在窗外 就可以看到一条河的河景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水位比较低 所以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清晰 但是它这个水位高的时候 是非常壮观的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东二区 看东一区的老金融城 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可以看到老金融城的一些地标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项目 就是潜力股的一个非常好的代表 它交通首先是非常方便 从咱们这个小区 出门走个七八分钟到车站 坐车到老金融城的核心站的Bank 也就是12分钟的直达距离 然后从这儿出发 我们骑个小自行车 10分钟就可以骑车 骑到金丝雀码头 当然了咱们坐车的时间 也是控制在10分钟之内的 也就是说新老金融城到达 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另外就是这一块本身 因为它所在的这块地域东二区 是一个大型的棕地开发项目 所以除了我们现在这个项目的开发商 也就是伦敦最大的开发商伯克利之外 还有好几个本地开发商 都在这儿纷纷做了圈地 已经圈下来的土地 以后这儿会有几家开发商 争相在这儿密集的去开发 所以它这一块地 以后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 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项目 Popular Riverside 正在售卖的是它大盘首期 第一期的第一栋和第二栋 所以未来的涨价幅度 将会非常长的一个坡度 未来20年 这个小区都会逐期的推销 市场新的楼盘 每一期都会比上一期的价格更高 那咱们现在在的这一栋两居室 要价基本上也就是60多万磅 如果您对楼层或者户型不挑剔的话 还有很多两居室 不到60万就可以拿下来 不到60万就能在伦敦东二区 这么有潜力的地方 拿下来一个两居室 对于很多想要长期投资 伦敦房产的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那如果您对这个项目 或者相似概念的项目感兴趣 欢迎联系房间团队